这是一部让人只听前奏就潸然泪下的爱情电影 音乐诗人李健反复看了十七遍 只为写出配得上他的歌词 即使在二十年后的今天 依然被无数人奉为爱情片的天花板 那是一个放暑假的盛夏 朱喜来到乡下的爷爷家游玩 远处的俊和正和好友在小心摸鱼 眼前的女孩漂亮地让人挪不开眼 俊和忍不住向朱喜挥手打招呼 没想到朱喜敬礼貌的回应 俊和在牛粪里捉到甲虫 引起了朱喜的注意 作为附加千金的他对一切充满好奇 他想让俊和带自己去河对岸的鬼屋探险 俊和受宠若惊连连点头 第二天俊和穿着洁白的衬衫早早在河边等候 他们互相介绍着对方 原来朱喜害怕严厉的爷爷不同意 所以才找俊和一同前往 可划了半天小船仍在原地打转 俊和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其实这也是他第一次划船 好在最终他们安全到达了河对岸 两人被鬼屋里的流浪汗吓得慌忙逃窜 他们开心地大声呼叫 彼此的距离也迅速拉近 准备回去时天空却下起了暴露 小船也被吹到了河中央 两人只好在田野间奔跑找地方躲雨 凝凝的道路让朱喜不小心扭伤了脚 俊和背起他来到一处瓜棚避雨 他拧干自己的衬衫给朱喜擦拭雨水 还去田里摘来西瓜给他解渴 微风吹动着朱喜的秀法 雨后彩虹下 是两个年轻人的怦然心动 俊和背着朱喜走在满是烦心的田间 伴随着欢声笑语 他们来到一座木桥边 俊和卷起裤脚 为朱喜捉来一只萤火虫 荧光闪闪 两人的爱情也在彼此的心中萌芽 这时爷爷带着村民找了过来 分别时 朱喜把自己的项链送给俊和 他不知道两人是否还能再见 爷爷派人把朱喜背了回去 然后给了俊和狠狠一巴掌 因为淋雨 朱喜生了一场大病 随后被送回了城里 本以为两人会就此消失在彼此的生活中 可上天再次眷顾了他们 很快到了开学的日子 俊和带着朱喜送的项链回到学校 好友泰秀让他帮忙给自己的未婚妻喜信 原来父母给泰秀定下了一门婚事 他想约对方见面却不知怎么开口 当俊和看清照片后彻底愣住了 竟然是自己日思夜盼的朱喜 是啊 他们才是别人眼中的门当户对 俊和小心翼隐藏自己的爱意 以他人的名义诉说着对朱喜的思念 很快泰秀就收到朱喜的灰心 邀请他去看自己的演出 泰秀拉着俊和一起来到剧院 朱喜刚一出场 俊和就不自觉地站了起来 或许是许久未见太过想念 又或许是希望他能注意到自己 好不容易等到演出结束 俊和手捧鲜花准备上前 可巨大的身份差异让他望而去 近在咫尺的两人此刻仿佛相隔千里 俊和失落地坐在椅子上 就在他心灰意冷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身影朝他跑来 俊和欣喜若狂 他跑上前去 两人眼中都是对彼此的思念 简单的几句寒暄过后 朱喜说自己再不走就要被父亲发现了 临走时不忘转身告诉俊和 虽然只是简单的几句话 却让俊和开心地像个孩子 不久后他们在舞会上再次相遇 朱喜这才知道 俊和竟是未婚夫最好的朋友 两人假装陌生刻意回避 他们用淳语诉说着对彼此的思念 舞会结束太秀把朱喜送到家 或许是没能和俊和单独相处 朱喜有些失落 就在他准备按下门铃时 身后的路灯开始忽明忽暗 转身一看 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俊和 朱喜兴奋地跑下台阶 两人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不久太秀找到朱喜 虽然他们是家族联姻 但太秀发现自己渐渐喜欢上了朱喜 笨拙地他向朱喜表明了心意 太秀的表白让朱喜有些不知所措 背负着对太秀的愧疚 两个人都有些不自在 朱喜不想伤害无辜的太秀 于是向俊和提出了分手 俊和每晚都会在楼下不停地按路灯 可朱喜只是流泪看着却没有下往 俊和冒着大雨 一次次在朱喜的校门口等待 他想要挽回这段感情 可换来的却是更加绝情的话语 朱喜甩开俊和的手转身离开 可没过多久他又走了回来 两人无助地靠在一起哭泣 为了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 俊和找到太秀坦白了一切 他希望太秀揍自己一顿 可太秀却显得十分冷静 原来他早就知道两人的关系 因为朱喜送给俊和的项链 正是爸爸很久以前 送给朱喜的订婚礼物 在面对好兄弟和喜欢的女孩时 太秀选择了成全他们默默退出 他让俊和继续以自己的名义 给朱喜写信 这样就不会被双方的父母发现 可只终究包不住我 随着一封信被太秀爸爸发现 三人的秘密也被公之于众 太秀想要解释 却遭到父亲一顿毒打 两个家族的联姻 却被他拱手让人 也许是内心压抑了太多的委屈 太秀竟然选择了上吊自杀 好在被俊和及时发现 这才脱离了生命危险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太秀 两人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俊和知道他们的感情 不会得到家人的认可 为了不让爱人左右为难 让好兄弟陷入痛苦 他留下朱喜送给自己的项链 便消失了 很快战争爆发 俊和选择了参军保卫家园 朱喜得知后来到车站 他在窗外拼命拍打着 看着哭成泪人的朱喜 俊和狠下心整过头 他怕自己会后悔 怕自己会忍不住落泪 他想让朱喜忘掉 自己重新开始 朱喜跟随着火车拼命奔跑 俊和再也忍不住朝朱喜跑去 面对生死未卜的战场 这或许是他们今生最后一次项链 朱喜摘下项链再次交到俊和手上 两人挥手告别 一如初见时那个夏日的午后 残酷的战场远超俊和的想象 即使在危险 他也时刻保护着朱喜送给自己的项链 这天他发现项链不见了 于是冒着枪铃弹雨又冲了回去 好在俊和成功找到了项链 可在返回途中一枚炮弹落在他的身旁 俊和受伤倒在血泊之中 可他依旧紧紧握着那条项链 数年之后战争结束 俊和退伍归来 朱喜早早在饭店等候 犹如多年前等待他的俊和 俊和缓缓走到朱喜面前 看到眼前平安归来的俊和 朱喜的泪水不停在眼眶打转 俊和说自己已经结婚了 朱喜听后满脸失落 没想到多年的等待竟是这样的结果 为了缓解气氛 俊和将话题转移到隔壁桌上的钢琴摆件 他说自己家里有个一模一样的 每当看到这个钢琴娃娃 就会想起那年舞台上表演的朱喜 朱喜跟随他的目光看去却什么都没有 放在那里的钢琴娃娃被一个小孩拿走了 看到俊和自顾自的说着 朱喜忍不住伸手在他眼前试探 原来俊和当初被导弹炸伤双目失明 为了不让朱喜看出来 他昨晚就来到饭店提前排练 一遍又一遍地记下这里物件的摆放 朱喜终于明白俊和如此决绝的原因 他问俊和自己看起来怎么样 俊和说你很健康 但我想看见你更快乐的样子 朱喜质问他为何要隐瞒自己失明的事实 俊和像个撒谎被发现了孩子 慌乱地起身想要离开 可没走几步就被椅子绊倒 朱喜走上前轻轻将他扶起 俊和拿出象征两人爱情的项链还给朱喜 朱喜却再一次帮他戴上 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总是让人兴奋 后来朱喜在家人的安排下嫁给了太宣 婚纱照理 朱喜眼含热泪 也许泪水正是为俊和而流 多年后朱喜带着女儿来到那条河边游玩 这时身后有人叫住了她 原来是俊和曾经的战友 他们手里抱着的正是俊和的骨灰 俊和在临终前 希望把骨灰洒入和朱喜相遇的河中 战友还告诉朱喜 那可怜的家伙还生了一个儿子 朱喜听完早已气不成声 婚后不久俊和就郁郁而终 战友把两人的信件交给朱喜 希望他们的爱情能够得以保存下去 二十年后朱喜的女儿长大成人 朱喜也已经离开人世 女儿翻看着妈妈的信件 感动的同时 她也面临着和妈妈相同的处境 子西和闺蜜同时喜欢上了一个男生 可闺蜜比较主动 她让子西帮自己给上名写情书 子西如同当年的俊和 把自己的情感以好友的名义全都写了出来 上名被打动了 可三人的关系却十分微妙 子西总感觉上名有意无意地看向自己 可她不敢确定上名的心意 直到这天两人同时在大树下壁 听说子西赶时间去图书馆 上名便脱下外套为她挡你 两人一路小跑来到图书馆 后来从便利店姐姐口中得知 其实那天上名是带了伞吧 可当她看到没带伞的子西后 便故意将伞留下 制造和子西偶遇的机会 知道真相的子西非常开心 她拿着那把伞找到上名 上名向子西表明心意 两个互相喜欢的人终于走在了一起 子西带上名来到乡下的河边 她讲述着妈妈年轻时的爱情故事 可听完故事的上名却泪流不止 在子西疑惑的目光中 上名取下脖子上的项链 正是当初诸喜送给骏和的那条 原来上名竟是骏和的儿子 岁月流转 上一辈的遗憾 竟以这样的方式得到圆满 晚上他们来到父母 曾经捉萤火虫的桥上 上名卷起裤脚 为子西捉来一只萤火虫 荧光闪闪仿若当年 两代人相似的经历 既是缘分也是天意 假如爱真有天意 那缘分终究会跨越时空来到身边 让我们在沉静的时间里 用心却体会爱的平时和伟大 去寻找那久违的感动